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7月13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繼續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當然也都歡迎大家 當緣分到的時候 讓我們一起來征服國海共創雙贏 好 我們看到這兩天的台北股市 非常的戲劇化 最主要都是跟國安基金的一個部分 還記得這個地方前天開完例會 才跟大家說 台股來看並沒有什麼非理性的下沙 言下之意就是告訴大家 台股還不算超跌 所以並不準備進場 結果台北股市 昨天因此一陣的狂殺 收盤大跌了389點 盤中又創了13928的新低點 結果這一跌 怎麼國安基金才開完例會 昨天馬上又召開一個臨時會議 開會完說 台股真的出現非理性下沙了 所以現在國安基金準備了5000億的銀彈 準備來進場了 這也讓台北股市昨天跌了389點 今天來看一下指數是跳空開高上去 馬上漲了400多點之後 接下來高檔來回震盪 盤中最多漲了452點 收盤指數大漲374點 以14324點做收 那國安基金的髮夾彎 是不是能夠讓台北股市 準備出現破底翻呢 台股今天又站回了14000 這次真的穩墜物了嗎 真的漲真的嗎 好 關鍵會是什麼 我知道很多投資 很關心國安基金終於進場了 台北股市要將V型反轉了嗎 好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一開始就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講到國安基金當然我知道 很多投資朋友印象很深刻 大概是兩年多前 那時候因為肺炎的疫情剛剛爆發 台北股市從1.2197的高點 一波的一個狂殺下去 大跌到8523 那當時大盤跌到了十年線附近之後 還記得我們當時說的 恐慌殺盤跌破了十年線 融資追假令萬件齊發 國安基金在備戰了 所以就技術面上來看 隨時都會反彈 而且這地方 如果是中期回檔的一個走勢 這個中期回檔的低點 就在8523附近已經不遠了 那結果真的當時 台北股市就從8523 國安基金宣布備戰之後 開始一步的一個上漲 漲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漲到今年最高一萬八千多點 所以很多人在期待 是不是國安基金說要進場 股市就會這樣一路的漲 我先提醒大家 那在這個兩年前的確國安基金進場 開始讓股市這個反攻上去 但是能夠一漲漲個兩年 你說只是因為國安基金嗎 當然不是 最重要背後的因素 還是來自於什麼 美國FED 當時無限量化寬鬆 加上零利率 等於是無限的印鈔票來救市 所堆積起來的資金行情 所以不只台北股市漲 全球股市都走了將近兩年的多頭 這才是什麼 股市能夠從十年限 一漲漲個兩年最重要的原因 那反觀來看一看 前幾次國安基金進場 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2000年3月 這個首度爆發了所謂的政黨輪替 股市從10393 先一波急殺到8250 國安基金在這裡宣布進場 後來的確有反彈 但是彈到10328 又再度的反手下殺 跌到了10年限 跌到了這個10月份 那時候跌到5900點附近 又有一個事件爆發 說要停建核四 所以股市又一陣狂殺之後 國安基金又說要進場了 結果這次反彈 大概四天的時間 從5900談到6400 然後又再度的下殺 跌到4500 最後跌到3411 為什麼 2000年什麼事情 這個全球的網路股 泡沫破滅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2000年 國安基金兩度的護盤 雖然都有反彈 但是最後仍然是敵不過 全球網路股的泡沫 再度的往下來做下滴 再來看到 這是在2004年的時候 當時也是選舉完 兩顆子彈的事件 讓股市一陣的擊殺 從7100跌到6000點 然後國安基金進場互盤 其實只買了16億 也讓股市一波的一個集團 漲到6900 但是後來還是又跌跌跌 跌到這地方 5255的低點 才真稱的見底 再來看到 這是2008年 2008年那個時候 當然全球的一個金融風暴 雷曼的事件 但股市 也從9300一路的下跌 先跌到這地方5000點 5300左右 5500左右 國安基金說要開始進場互盤了 一度也反彈 但是漲個大概600點左右 漲個三天 然後又再度的下殺 最後從5500 彈到6100 但是低點在哪裡 跌到3955才最後止跌 換句話說 如果這幾次 你看到國安基金進場 你就進去馬上大買股票 後面也都還是有大跌的一段的 這個狀況出現 所以換句話說 國安基金進場 當然對穩定人心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最後 股市能不能夠真正見底 開始反攻 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還是在全球的經濟局勢 全球股市 未來能不能夠真實的止跌 來做回升 這才是關鍵 所以關鍵有在這裡 好回來繼續談到 股市的部分 昨天7月12號 昨天就已經跟他提到過 其實當時我還沒有看到 國安基金說宣布要進場互盤 但是技術面上來看 我們提到 這個昨天跌到13928 出現新低價 這其實是在交代 禮拜一的新低量 所以新低量之後出現新低價 加上融資斷頭賣壓 最恐慌的這個賣壓 也告一個段落 加上寧線雖然下彎 但是乖離已經高達3000點 所以我們說過 再加上外資的旗幟已經開始翻多 所以技術面而言 這邊就算沒有國安基金的護盤 其實都還是有中期反彈的機會 這一點我的看法其實並沒有改變 只是反彈會不會就這樣一路上去 除了國安基金的一個狀況之外 再來還有兩個關鍵點 一個就是台積電 明天14號的法說 一個就是FED 2月28號要升息 當然這兩天就會公布消費者物價指數 這些才是牽動到整個未來經濟的一個關鍵點 那可能這兩天還是會這樣反覆的一個震盪 來做一個來回徹底 那重點回來剛才所說的 全球的經濟局勢到底穩定了沒有 這才是關鍵 可是問題也出在現在經濟面的部分 技術面是有機會反彈的 但是經濟面的部分 在物價上漲造成了民間的消費緊縮 造成了3C的一個需求減弱 再加上後疫情時代 之前重複下單 現在副作用才剛剛開始 還有呢 還有包括了航運的一個運價 持續在下跌 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整個這個全球我們說到 在這裡的一個這個全球貿易的一個需求 都有在減弱的跡象 還有FED在這地方暴力升息 這是因為通膨的壓力而來 那如果只是經濟不好 央行FED可以趕快印鈔票救市 可是現在通膨壓力報警之下 各國央行並沒有辦法在印鈔救市 甚至FED在暴力升息 這不但讓資金的泡沫加速破滅 也可能會加重經濟的下滑 那這些都是我們說過 現在才是最重要的 而這些你說利空都已經反應了嗎 最後這地方的一個結果 這些會反應在什麼 最後會看到很多上市櫃公司 財報獲利可能有一天會大幅度衰退 可能不是上半年 可能會是在這個第三季 第四季的一個財報 很多會出現大幅度衰退的時候 這才是到時候最後的一個利空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還是提醒大家 雖然技術面有機會反彈 雖然國安基金宣布復盤 哇 加速了反彈的力道 但是全球硬著陸的危機 目前來看記得還是沒有化解的 當然還是要去注意 FED會不會再度的暴力升息 美股會不會再度的轉空下去 這才是未來股市我們要去觀察的 所以我才會提醒大家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當然股市反彈 我們賺錢機會要去努力把握 但是別把風險兩個字就丟在一旁 風險意識仍然不能少 這一點我會再三的提醒大家 那麼為什麼要再三提醒大家 當然很多其他投股老師都說 憲榮老師你講那個太多了啦 對投資人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沒有幫助啊 投資人看你的節目 就是想要加入會員 你就告訴他們不用怕 趕快買就對了 拉回找買點就對了 這樣人家就會來加入了嘛 當然如果是為了做業績 很多投股老師你看到 掌也告訴你趕快追喔 別也告訴你不用怕 拉回找買點 反正只要一反彈就會告訴你 你看早就告訴你要買了 這一反彈就告訴你 你看又大獲全勝 又賺了幾隻掌停了 但是到最後你會發現 這樣的分析能夠真的幫助到你嗎 不但不能 可能還會害了很多投資人 就是因為這樣 從18000一路下來天天拉回找買點 早就股票怎樣 滿手套牢 滿手受傷慘重啊 這樣的事情 憲榮老師真的做不出來 所以我做股票強調 就像孫子兵法所說的 用兵之法 降壽命於軍 何軍俱重 事故智者之律 必雜魚利害 雜魚利而勿可信也 雜魚害而患可結業 股市如戰場 憲榮老師授命很多會員朋友的委託 很多投資朋友看憲榮老師的節目 所以憲榮老師必須很客觀理性的 把有利的有害的 通通都把他仔細的做過評估 再來做出最正確的操盤決策出來 這樣才能夠一方面先保護好大家 二方面再來穩雜穩打 掌握賺錢機會 就像在今年初 大盤漲到一萬八千多點 多少投股老師告訴你不用怕 憲榮老師提醒大家 2022年股市的三大風險 美國結束量化寬鬆 中國要進入習三任 台灣的確定危機 我們都先講在前面了 也提醒大家 技術面指數創新高 突破18034的時候 已經進入到末生段 提防盛極而衰 再三的提醒大家 大家當時成交量價量背離 指標高檔背離 中期回檔危機 風險意識絕對不能少 為什麼提醒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比開這一波 下差四千多點的風險 包括跌到一萬五兩連線 反彈上去也再提醒一次 注意台幣又再度轉變 這都可能再度引發 外資的提款賣壓出現 股市都會再度的向下探底 當然現在跌到這裡 技術面雖然有反彈機會了 但是仍然提醒大家 在全球硬著陸危機 仍未化解 在這種狀況之下 風險意識不能少 所以第一個 你手上的股票 我還是叮嚀 如果業績數字 已經在下滑的公司 二話不說 先跑再說 如果警惕趨勢 未來有向下疑慮的 包括之前提醒過的航運 之前提醒過的半導體 手機 筆電 零組件 這些逢反彈還是要找賣點 還有很多靠題材炒作的投機股 什麼NFT 人宇宙 我是建議大家 最好碰都不要碰 那進場無論如何 先設好停損 萬一看錯小賠就跑 不要讓他賠發聲 這樣才能保護好自己 才能夠穩中求勝 剛才在這個階段 仍然叮嚀家家 最好的操作策略 其實是什麼 想要賺錢 又想要顧慮風險 避免說萬一全球股市 再跌下去怎麼辦 所以我會叮嚀大家 你就會了解 這一路以來 我為什麼都跟大家說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四個字 就是我們的 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因為你看到 我們的快打當衝 講求的是盤中 滿手賺的就走 盤後有賺沒賺 保持空手嘛 對不對 這樣子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我們多空靈活 盤中滿手 有賺錢機會努力把握 盤後空手 就不用去拍拔 美股會不會突然拿一天 又大跌下去 拖雷的台股 一起跳空下跌 不用去擔心 這樣早上賺到錢 下午就去逛逛街 喝個下午茶 晚上睡得安安穩穩 睡得飽飽的 這叫做生活品質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 將會非常低 因為我們的操作靈活 有攻擊機會 當然我們可以隨時先賣 整理盤 我們也可以隨時先賣 所以避免了股票 抱在那裡越套越深 萬一行情反轉下去 長期套勞一缸子 不用擔心 也不用擔心 跌了4000多點 你才來放空 一不小心又被嘎到 對不對 我們幫你把風險降到最低 錢還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升更多歷史之下 天天掌握賺錢機會 所以我們說 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方法 但是我要再三叮嚀 你不要聽到這裡 你自己就跑去亂衝 因為記得一件事情 當衝不是在做賭博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功力 足夠的操盤技術 就不要自己憑感覺 在那裡追高殺低 因為很多人做當衝 常常是這樣 哇賺的錢很開心 賺個幾百塊 一兩千跑得都很快 萬一看錯 如果你又不懂得怎樣 不懂得控制風險 到最後常常就是賺 賺個一兩百一兩千 然後一賠 哇賠個好幾萬 賺小賠大的一堆 其實關鍵在你的功力 技術不夠之下 你把當衝當作賭博一樣 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我知道很多人想做當衝 可能沒時間看盤 或是看了半天 真的沒有足夠的技術 看不懂哪些股票大戶進貨 哪些股票大戶在出貨 只是盲目在追高殺低 到最後賺小錢賠大錢 到最後省了小錢 反而賠得更多 我們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來加入 由我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基品操盤團隊 每天你會看到 我們按照專業的手臂 第一步觀察盤勢 再來決定多空 攻擊盤我們短多先做滿進 找大戶進貨轉殘的股票滿進 整理盤我們找大戶出貨轉落的股票 做短空做先賣 先做賣出 確認轉折才果斷出手 這個遵守紀律理性操作 就是這樣的操作方式 你看上禮拜五 七月八號 大盤反彈 我們掌握攻擊機會 鎖定藍電 發現大戶洗完盤 再度反手進貨 轉殘訊號出現 短多先買 那一天跟著我們買在255以下 拉高上去265目標達成 順利賣出 一口氣 跟著我們做四張 就有機會賺錢10塊加差 跟著我們做四張 一天就有機會賺錢個4萬塊 開開心心放進口袋 穩穩的把貨利放進口袋 你說前兩天大盤又跌了 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再找下一個機會就好 對不對 碰到整理盤 像禮拜一 我們操作1524的梗頂 前一天股價所漲停 隔日衝大戶 隔天拉高上去 反手再出貨了 轉弱訊號出來了 我們就先做賣出 一早賣在這地方21.45 目標20.4後來也達正 而且補在21.2至少50張 也有1萬多不無小補 所以你看到我們就是這樣 多空靈活操作 攻擊盤短多買進 整理盤短空先做賣出 今天這個盤是 因為這兩天 一開盤就跳空 其他大廠400多點 高檔震盪 這兩天隨著國安基金 到底要不要進場 跳空來跳空去 這不是屬於理性的 這屬於非理性的劇烈震盪 我們正常的技術分析 你說可以判斷 分得出來 這個盤中的買賣點 這很難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大家 多看少做 賺錢不必急於一時 等待看準目標 再幫大家掌握賺錢機會 這是我們的堅持 不拿會員朋友的血汗錢 去賭博 堅持看準的目標才來出手 賺錢才能夠長長久久 那麼如果說投資 認同憲榮老師 這樣的操作方式 也想利用快打當衝 穩中求勝穩紮穩打 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都歡迎大家在這裡 想利用當衝提升生活品質 實現人生夢想的 不要猶豫不決 就從現在開始 現在加入還有機會 學到憲榮老師 親自傳授的當衝實戰教學 詳細內容 歡迎大家廣告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0909 運達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運達投顧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光顧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這兩天感謝很多投資朋友 打電話進來 再詢問憲榮老師的 極品操盤團隊 那有投資朋友說 哎呀 真的很認同憲榮老師所說的 這個盤勢 就是採取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的當衝作戰 才是最小的一個風險 又能掌握賺錢機會的方法 那只是現在加入又猶豫不決 猶豫不決什麼呢 想說還沒有賺到錢 甚至之前股票賠了不少 還沒賺到 現在加入還要再付一筆會費 捨不得啊 怎麼辦呢 好 我只能這麼說了 如果投資朋友 像今年的一個行情 股市上漲的時候 你都能夠這個紮紮實實的賺到 而股市下跌 你也都能夠順利的避開 我相信你在這個股市當中 已經是高手 你在這裡當然自己操作 沒有太大問題 你不用來找我們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這兩年股市漲的時候 你也沒賺到太多什麼錢 甚至常常賺指數賠價差 現在指數一個回檔 你就是這樣 滿手套牢 滿手重傷 賠了一缸子出去了 你會發現行情好你賺不多 行情跌你大賠出 這個大賠出場 那這樣子我就會真的建議大家 不要再為了省小錢而賠大錢了 因為股市當中最貴的學費 常常是什麼 賠了錢卻沒有學到經驗 只會用錯誤的方法繼續賠下去 到最後為什麼有些人變蟲忙足 因為蟲忙足就是經常在省小錢 想說自己操作 結果反而花了大錢 反而賠了大錢 這叫蟲忙足 相反的有錢的人做法 會懂得怎樣 花點小錢 請專業的人才 幫自己賺大錢回去 投資朋友你要當哪一種人 請大家仔細的想一想 那接下來的行情 我仍然提醒大家 技術面上來看 當然股市這地方 跌了4600點下去 10年限的乖離已經高達3000點 基金低量出現新低價 融資斷頭賣壓高一個段落 外資的旗幟都有翻多的跡象 技術面仍然有中期反彈 的機會 賺錢機會可以把握 但是別忘了 全球經濟硬著陸的危機仍未化解 好 FED會不會再度的暴力升息 造成股市 全球股市再度的轉空 這個我只能說 賺錢機會雖然要把握 風險意識仍然不能少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你大資金有波段需求規劃 前面避開了4600點的下殺 現在要進場 我仍然建立大家 不要再去玩一些投機股 不要再去做一些漲翻天的股票 我們正在鎖定 趨勢向上產業當中 未來10年最重要的什麼 電動車產業的部分 注意出手的時機 那接下來 如果說小資族 想要利用最小的風險 掌握賺錢機會 那仍然是提醒你 盤中滿手 盤後空手的快打當衝作戰 才是你最好的選擇 那麼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記句話內容是這樣 每天早上提供最多兩檔當衝股給你 所以不會爆一大堆股票 叫你去設飛標 也不會帶你殺進殺出幾十檔 我們一千多檔兩千檔 就找最有把握的一到兩檔來操作 會清楚的告訴你 今天是要先做買進還是先做賣出 清楚的提供進場價 預設停損跟獲利目標 所以也不是說爆一檔股票給你 叫你自己去追高殺低 沒有 我們價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沒時間看盤 老實幫你看 到了假簡訊通知你 沒到價需要修正的時候 無論如何當天帶你進 一定就是當天帶你出 絕對不做凹單的動作 就是這樣的原則 你看今天沒有好的機會 指數一開盤就跳空漲了四百多點 你說追空做空也不適合 追高也沒什麼肉 我們賺錢不必急於一時 修兵一下看準的目標 再掌握賺錢機會 看準的目標 像這個禮拜一 我們操作1524的耿頂 發現隔日衝大戶 鎖完漲停隔天拉高出貨 短空先做賣除 殺下去來做回補 50張1萬多入袋 甚至像上禮拜五 南電發現大戶洗完盤 再度進貨轉將訊號 一早跟著我買在255以下 拉高上去265目標達正 獲利賣除10塊加差 4張一天就有機會 進漲個4萬塊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的夢想 想利用這樣的操作方式 穩紮穩打穩中求勝 多創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提升生活秉值 實現人生夢想的 記得不要猶豫不決 現在就歡迎您來加入我們 現在加入還有機會 學到憲榮老師 親自傳授的 會員專屬實戰教學 當充的一個技巧 想要深入了解 都歡迎大家 指名加入由我親自帶領的 極品操盤團隊 讓我們一起來 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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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